前TVB花旦唐世勇在惹非议 此前因在马国明和汤洛文的婚礼上 与马国明和赵石太过亲密 被网友批评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结果紧隔几日 唐世勇因为在采访中 关于马国明婚礼上发生的事情 再次与出京人引发热议 唐世勇先是称赞马国明婚礼既温馨又搞笑 但是接下来唐世勇的话 倒是挺让人感到惊讶的 唐世勇说 自己在汤洛文给父母侦查的时候 就开始哭 一直哭足了一整日 直到晚上才停了下来 并且唐世勇还表示 这是自己第二次见到汤洛文 网友听了他的话表示非常不理解 一般作为朋友感动在所难免 但是稍微哭哭就算了 他居然能一直被感动的落泪 更何况马国明的妈妈姐姐 汤洛文的父母及妹妹 都没有汤世勇这么激动 到底他的类线到底有多发达 而且汤洛文在现场和好姐妹 可都是笑成一团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唐世勇和马国明是甘兄妹的关系 双方时不时就要大剧小剧一番 而且在唐世勇离开TVB前 他和汤洛文都是同事 居然此前只见过一面 唐世勇和铁马会大哥 郑嘉颖的老婆陈凯琳的关系 可没有这么生疏 陈凯琳也会参与到他们的聚会中 网友猜测 难不成唐世勇是因为 马国明娶的是别的女人 所以心里难过 才爆哭了一整日还有关于婚礼花球仪式 当时汤洛文在婚前采访时表示 花球想扔给好姐妹高海宁 希望她早点找到一中人 而唐世勇却对记者说 汤洛文的花球目标是自己和高海宁 只是自己当时没有去抢而已 对于唐世勇的话 网友表示他可能太想当女主角了吧 所以会全部都围绕在自己身上 其实唐世勇在采访中还表示自己很感动 见到了马国明的妈妈和中学同学 所以能感觉出来自己的重要性 因为以前有这样的场合 差不多结束了就会离开 而马国明结婚那日 自己一直陪他留到最后 听了唐世勇这番话 真是不免替他有些遗憾 能看出来他对马国明感情非常深厚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黄新颖爆出安心事件 唐世勇不加把劲主动追求马国明 说不定心他就有忌讳了 唐世勇和马国明的关系一直非常不错 两人由于关系太过亲密 多次传出绯闻 2010年因拍摄《铁马寻桥》时 唐世勇与马国明、郑家颖、林自善、黄家乐结为甘雄美 此后十多年间 几日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 时不时会小聚一下 在重要的日子不管谁结婚 生子过生日几个甘兄妹都会全员参加 这次因为郑家颖没有参加马国明婚礼 也因此闹上了新闻 其中唐世勇和马国明的关系则更为亲近一些 和赵石两人也总是站在一起 2019年 马国明的前女友黄新颖和许志安的安心事件爆发后 唐世勇也经常陪在马国明身边 恢复单身后的马国明 多次被派到接送唐世勇上下班并出去约会 两人还一起吃饭逛超市 当时不少人以为两人能更从友情跨越近爱情 没想到后来唐洛文出现在了马国明的世界里 唐洛文很快取代了唐世勇的位置 并且经过三年的恋爱 还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网友其实早就发现唐世勇对马国明感觉格外不同 当年马国明获得失地 唐世勇当时也在台上 他居然比马国明还激动 哭得比自己得事后都厉害 而且唐世勇的爱情观也有问题 他认为出轨是爱情的必经之路 18岁被星坦挖掘 奋斗18年 终于拿下事后桂冠 但与事业对比 他的爱情履历更令人打开眼界 他被封最佳女友 甚至被评为最值得交往的女生 但这些年来 他不是在恋爱 就是在被伤害的路上 细数唐世勇的情史 其实得到他承认过的男朋友 也只有三个而已 分别是初恋于文乐 九年渣男崔剑邦 以及之前分手的TVB小声洪永成 唐世勇的择偶首要条件是 要够坏 你没听错 就是字面意思 坏男人 千禧年 凭借模特工作 攒了点名气的唐世勇 迎来人生的第一部代表作 青春艾特Y2K 戏里他是阿萨陪衬 两个壮型的邻家女孩相争 迎皇亲生女生 但没关系 戏外唐世勇也拿下想要的 那便是男主 于文乐 据文 当时阿萨与唐世勇 对于文乐都有好感 情斗初开 少女争春 最终于文乐选了后者 原因是唐世勇更乖巧 在这段关系里 唐世勇一直处于下风 他对于文乐千一百顺 于文乐却总心不在焉 仅仅过了一年 他就被拍到 与卢巧英街头甜蜜牵手 两人毫不避讳 完全不怕被媒体拍到 两段关系无缝衔接 疑似存在重叠 于文乐被骂脚踏两船 但他从没回应 反而是唐世勇跳了出来 将过错揽到身上 最主要的是 我不懂得迁就别人 容易发小姐脾气 都说 人对痛感有记一点 2013年 他在被爆出新恋情 同样是英系生情 与红永诚合作在的有情人时 将对方再回了自己家 众人哀叹 女神为何总爱渣男 如果要给TVB男星排到花心榜 红永诚必定榜上有名 大家替唐世勇惋惜 但唐世勇却关闭无感 盲从男友 确认关系后 红永诚还被拍夜访蓝贵方 经常喝到烂醉 唐世勇不以为然 出面表态 除了否认 就是夸赞 2016年 红永诚前任上传了与红永诚的亲密合照 还特意加上信心图案 并博文 我要嫁给你 消息一出 全网狂骂 怒指红永诚花心不改 脚踏两船 唐世勇见状 立马出面维护 他表示 其实很小事 只是花边新闻罢了 红永诚也紧跟其后 晒出与唐世勇的合照 立正关系没出现问题 还怒斥网友吃现神经病 谁知 仅仅过了一年 这段关系就宣告终结 两人表面是和平分手 唐世勇的情感模式很被动 除非被抛弃 否则 他摆脱不了错的人 一旦遇到坏家扎家爱吃回头草的对象 他必定陷入重复受伤的漩涡 与他纠缠九年的崔剑邦 正是如此 2005年 唐世勇跨界主持 与崔剑邦搭档节目K100 很快 两人展开了一段地下情 直到被拍到在机场热吻 关系才浮上水面 这一次 唐世勇爱得非常高调 两人经常合体 参加各大节目 出席各种活动 社交平台更是经常放闪 九年来 两人一直传出昏讯 当时 唐世勇笑得很灿烂 崔剑邦却略显局促 如今回头看 不难发现 这段关系危机重重 与崔剑邦相比 于文乐 洪永诚简直是小case 他们只是偷吃一次 并且此后也没再撩拨唐世勇 但崔剑邦扎到极致 不仅一直偷吃 还总在失落时 可怜巴巴回到唐世勇身边 第一次是2006年 模特路易沙被拍到 出现在崔剑邦家门外 随后两人牵手漫步街头 消息爆出后 崔剑邦立马表态 称与唐世勇已经分手 唐世勇却保持沉默 但两人分手不到一年 再次被拍到合体 复合消息不静止走 甚至被拍到 已经悄悄同居 但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树心了一年的崔剑邦 又开始蠢蠢欲动 2009年5月 他被拍到夜店循环 还跟长发辣妹脸贴脸 亲密热舞 宛如热恋情人 再次被抛弃 唐世勇态度却低到尘埃 他一直包揽责任 希望大家不要为难崔剑邦 那段时间里 唐世勇几乎没再出现在公众视野 即便被拍到 都是面容憔悴 他真的被伤透了 但奇葩的是 他对崔剑邦仍是一往情深 而这份固执 也为他后来的决定 埋下悲剧的伏笔 果不其然 崔剑邦继续刷新偷情记录 已经和唐世勇同居 还敢趁唐世勇不在家 把模特郭斯林带回家过夜 两人一起逗留到下午三点 才先后离去 照片里 两人都是衣衫不整 崔剑邦还裸着上身 后来崔剑邦又继续留连夜店 凌晨两点被拍到 拖着一名长发女离开夜店 女生最到站不稳 最后被崔剑邦应塞进出租车 几次三番 连记者都看不下去 把照片直接对到唐世勇面前 但他还是犹豫不决 直到洪永诚出现 他才终于分了手 多年来 马国明身边的明嫂 不管是承认的还是绯闻对象 都已经换了好几轮 但是干妹妹唐世勇 却一直陪在身边 还在跟洪永诚恋爱期间 唐世勇和马国明就曾多次传出过绯闻 比如两人会穿情侣色搭配 实质紧扣的出席宣传活动 又比如两人采访时 互望对方眼神 总是带着爱意和火花 再比如两人会互相喂食 一起出游 直播的时候也会甜蜜互动 马国明和唐世勇 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永远都是有默契地坐在一起 在唐世勇和洪永诚恋情公布后 马国明在一次与网友的互动直播中 问到喜不喜欢唐世勇这一类型的女生 曾经承认众议 而在洪永诚和唐世勇宣布分手后 马国明的社交平台上 粉丝留言全是有机会了 赶紧追上等等 只可惜当时马国明已经有了女友黄新颖 黄新颖在安心事件后闹掰 那段时间媒体看到唐世勇开着马国明的车 回到了清水湾半岛 下车后 马国明换司机位准备回家 媒体形容现场能看到马国明和唐世勇默契十足 看来一车两个人开也不是第一次 而且马国明还熟练地为唐世勇递上一份 装着外卖小吃的纸袋子 两个人关系亲密 而马国明在被问到的时候 依然是回答说是兄妹 并且说只是顺路 但网友表示 马国明家住在太古城 而唐世勇家住在清水湾 两个地方并不顺路 并且相距甚远 缘分这东西真的很难说 有时候不来电 相处再久 也止不于有情 而有时候一见钟情 就能让彼此难忘终生